大家好 我是文威廉 欢迎收看本时段的新闻快讯 因应热带风暴 爱尔沙即将侵袭佛州南部 迈阿密倒塌的Condo公寓 尚未完全坍塌的围楼解构 被爆破拆除 让搜救团队得以深入 之前因为安全性不足 而无法搜救的区域 而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8人 仍然有117人 下落不明 戴德县县长卡瓦表示 银包大楼是扩大搜救范围的关键一步 由于热带风暴爱尔沙 逼近时间更加刻不容患 有一名援助十楼的屋主表示 他的宠物猫还留在原处 但是搜救团队表示 经过多次的搜索 都没有看见动物的踪迹 而在昨晚的新闻发布会上 卡瓦表示 救援人员在废墟中再找到一名受害者的遗体 累计遇难人数增加至28人 仍有117人下落不明 当局表示 希望建筑物完成引爆后 可以曝露出消防员之前 从未踏足的地下车库等部分 不排除车库内仍然埋着生还者 或者是失踪者 官员承认 从意外24号发生至今 已经11天了 游人幸存的机会非常渺茫 但他们不会放弃希望 搜救人员随后又重新回到废墟当中 来进行搜救 至热带风暴 埃尔沙在昨天下午已经登陆古巴 并且向佛州和东南部沿海地区移动 将给局部地区带来大雨阵风和风暴潮 而天气预报表示 在今天登陆佛州 并且穿越佛州北部之前 埃尔沙可能会再次成为飓风 埃尔沙的风暴中心 在美东时间5号下午2点左右 登陆了果巴 当时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0英里 埃尔沙很少加勒比海地区 造成了灾损 夺走至少三条人命 低洼与沿岸地区 已经疏散超过10万人 而在佛州由近900万人处于热带风暴的预警之下 此前预报员将热带风暴预警 沿佛州西海岸向北延伸 风暴警告沿峡长地带向西延伸 佛罗里达群岛部分地区 以及佛州西海岸的热带风暴警告已经生效 佛州其他地区也发布了热带风暴预计 包括佛罗里达湾 而位于麦阿密的国家飓风中心表示 埃尔沙预计6号早些时候 会从佛罗里达群岛附近经过 全美大城市暴力罪案激增 在独立日长周末期间 也就是7月2号到4号间 各地一共发生了超过400起的枪击事件 导致至少150人死亡 芝加哥在72小时期间 历经了今年死亡人数最多及最暴力的周末 枪击案导致有92个人中弹 其中有16个人身亡 76名伤者 这当中还包括了6名少年儿童 而受伤的也还包括该市的两名警察 另外在纽约市2号到4号间 总共发生了21宗枪击案件 导致26人受伤 5号清晨再爆发3宗枪击案件 另外在德州的沃斯报 警方说4号清晨发生了一宗因车祸引发的争吵 结果有人返回车上取枪 向另外一帮人来开枪 对方也有多人开枪缓击导致8个人中弹 其中大部分是无辜的旁观者 在维吉尼亚州的诺福克 2号下午爆发了枪击案 结果导致4名少年儿童中枪 包括一名6岁的女童 另外在亚特兰大的郊区 职业高尔夫运动员勒斯尔 在一个乡村俱乐部被人开枪击中了头部 被发现时他已经没有反应 在现场就被宣布死亡 英国首相强生周一公布了解封计划 预计在两周内要终结英格兰社会和经济放逸限制 而这也将成为快速实施疫苗接种 能否有助于防护距高度传染力 Delta变异株的重大考验 强生5号下午宣布 自19日起取消强制戴口罩 维持社交距离等防疫先知 该由民众自行决定 呼吁民众要学习与病毒共存 强生在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必须对自己诚实 随着夏季和暑假到来 如果我们未来几周无法解封 何时才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他说我们将取消法律限制 让民众自行决定该如何防疫 根据解封计划 夜店将货运重新开放 室内场所也不会限制入场人数 同时将会废除社交距离规则 强生政府制定的解封政策 只适用于英格兰 并不包括苏格兰 威尔斯和爱尔兰 而记者会前 强生也发布声明强调 疫情还没有结束 未来几周病例还是会继续增加 根据统计 英国高达86%的民众 已经打完第一剂 另外有6成4也已经完整的施打了两剂 根据公卫署的数据显示 疫苗在预防Delta变异株造成的重症或住院是非常有效果的 而效果在施打完整两剂之后是尤为显著 新闻最后再来关心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快讯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持续关注华语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